第四季节目 不管怎么说 你跟豆豆好 我也有一点点功劳吧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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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我老公毛峰 他是豆豆的亲弟弟啊 你想想 你要是帮了我不就等于帮了毛峰 你帮了我和毛峰 其实就等于帮助你自己了 你说是不是啊 怎么下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毛 毛峰他爸妈同意啊 同意 同意 他们家人全同意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就结婚 我不会来求你的 真的 我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余薇 你真的得帮助我 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求过你啊 是 是 没问题 就是其实我跟你说 我也是挺祝福你的 好不容易有一天能结婚了 就这样 这房子我就借给你了 你 你 你真的借给我了 真借给你了 谢谢你 余薇 不是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我跟你说速度 我跟你说 我 我说句实在话 咱俩这么多年同学 是吧 你能够再次结婚 我内心深处 我真的我深深地祝福你 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你都能够过得好 就是反正你这回你结婚 你 你跟毛峰结婚 你能够用到我地方 我全力以赴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就帮你做什么 余薇 你太仗义了 我跟你说 你跟逗逗结婚的事 我跟毛峰死包 我跟你说 我就在逗逗那说好话 让逗逗嫁给你 行不行 所有的 你想怎么样 我帮你 你说 不是 逗逗 这 这真的 这事绝对给你搞定 够意思 我 我跟你说速度 我跟你说真的 我就全看你了 我跟逗逗 我能不能取毛逗逗这事 我就全拜托你个毛峰了 我也拜托你了 不是 你放心 放心 没问题 你房子不光说房子 你跟那毛红车 我绝对给你交的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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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进门 就能看上这个大喜字 从里到外都透着喜气 有这么多这个明星大伙陪着 那 再看这个 这就是你弟弟和速度 拍了这个婚纱照 这两灯都是我挂的 完了呢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处的这个 我觉得虽然有点 不是 余薇 你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常人之美 就是你弟弟跟速度要结婚呢 我弟弟结婚 干嘛把你这儿弄成新房啊 就是你弟弟结婚是不是 找不着房子 找不着房子就 你真傻 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你跟我通客气啊 你告诉我一声啊 不是 我就 我就想给你一惊喜 惊什么喜啊 我告诉你 我爸妈根本不同意他们结婚 阿姨 叔叔 我求求你们了 真的 我求求你们了 快起来 快起来 有什么话慢慢说 慢慢说 慢慢说 起来 起来 我求求你们了 同意我跟毛峰结婚吧 我是真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也会孝敬你们的 我真的可以当一个好媳妇 你们要相信我 结婚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你得慎重啊 我已经是认真真地考虑过 我特别地爱毛峰 毛峰她也爱我 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你比毛峰大 这也不大合适 叔叔 毛峰说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 她说她喜欢我 她说我比别人成熟 会照顾人 所以我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那你说说 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好媳妇啊 我已经想过了 等我跟毛峰结婚以后 我现在的工作就不做了 我好好在家里面 做一个贤妻良母 做一个好媳妇 真的 阿姨 你起来 你起来 起来慢慢说嘛你 我以后一日三餐 我给你们做饭 你们在家的时候 我给你们打扫夹刷吧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 我真的我最愿意做家务了 你们平时工作都很辛苦 等你们回来以后 我可以给你们做按摩 真的 真的 阿姨 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吧 起来 行 行 好了 挺好的 妈 这新房子都准备好了吗 那个叔叔阿姨喝茶 那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呀 那你说咱们还能说什么 不是 妈 那个余卫吧 她就特别老实 她呢真不知道你们俩 不同意这事 而且 而且那个秦素素跟她是同学 秦素素死活求她 她也不好意思不答应 所以就把这房子 毛博 你们很有办法 姐夫她非得借给我 谁非借给你啊 等会儿 等会儿 谁是姐夫啊 谁是姐夫啊 毛 毛你会说话吗你 怎么回事啊 逗逗 现在就叫上姐夫了 妈 不是这样啊 你也跟你弟弟学 不是 不是 毛博 你讨不讨厌啊你 那你要我们两个人干什么呀 不是 妈 你别生气 我们俩人就这么招你们烦的 没有 咱们走吧 爸 你别走啊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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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爸 别闹 爸 爸 爸 好吧 爸 你这局费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这都是毛风弄呢 那约 你睡点约一晚 是 是叔叔 爸 你跟我们来一趟 爸 爸 没事 没事啊 你好好红着我画的事好话 没事没事 放心 就看你了啊 好好说啊 躲着去了你 姐 姐 先往说 我给你变毛厨 你怎么搁这么多啊 这孩子 你说 你吃这么甜哪 你瞧瞧你哥左手了 我们头回见面吧 阿姨 就是本来逗逗说 找个机会 带我去拜访一下儿了 就是没想到就 没想到你就提前 把这房子借给我儿子了 不是 对不起阿姨 什么对不起呀 不是 你知道你这样 做我们多被动啊 你这样这事就目已成舟了 他们俩的事我们不同意 也得同意了 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 我们俩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是 那个阿姨说了 你别生气 你这事赖我这 我考虑 你得考虑清楚 余伟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这个秦素素张嘴 管你借的房子 还是毛峰张嘴借的 秦素素张嘴管我借的 就是那个 叔叔阿姨 其实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 我也不瞒你们 就是秦素素 跟我说发巧 从上幼稚园一直到高中 都是同学 就我是觉得 素素这个人挺不错的 别看平时那个 大大咧咧的 但是为人特别善良 也懂得笑上疯 但是他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特别不容易 老高中毕业之后呢 他就结婚了 就嫁给一男的 就刚一怀孕 就他那丈夫吧 就不要他了 就把素就扔了 扔了这小就跑 跑国外去了 他就生了这个 悠悠就一直带着 就这么多年了 就特别不行 就他后来就找到我了 说跟我说说 说余味儿 就是终于说遇到了一份真爱 就是茅芳 我就觉得我 我 我觉得我得帮他 我真得帮他 你帮他 你 你 他没跟你说 我们俩人 对他们俩这事 一直没图口 我们没同意 他没跟你说呀 不是 他跟我说 说你二老认可 他同意了 反正正面我就 就 就借了 完了我叔阿姨 我还 我都说实话 就是我自己吧 还有点私心 就是那个 茅芳是您二老的亲儿子 完了豆豆是 茅芳的亲姐姐 我又跟豆豆好 我这么想 借房子可能是家里边 遇到什么难处了 我跟二老呢 也从来没见过面 我就想呢 我把这房子 借给他们俩人结婚 就您二老呢 能对我之前也有好感 就是说白了 他就本来想拍马屁来着 结果就拍马蹄子上了 这孩子 那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不怪你了 可是你 你把这房子借给人家 你自个儿住哪儿啊 阿姨 我没事 就我们那个单位啊 就阁楼有六平米 我就在那打地铺就行 这不成了 我得跟茅芳说 把那房子赶紧还给你啊 你说他们俩要私下活 会要结婚 那也得在我家 哪能跑你这儿去 他这不先换 行 这个让他们自个儿去商量去 祝他那儿算什么会儿 是 真是没想到啊 你看豆豆的这个 男朋友 透一回 在这种情形下见面 对不起啊 叔叔阿姨 对不起 这样吧 余飞 你啊 明天晚上 到家里来吃饭 那个 谢阿姨 谢叔叔 其实我这人特别好了解 就是时间一长了 就您二老对我有更好的了解 就反正就是一句话 我以后一定对得到的好 叔叔 我觉得那个 余飞的人看着还行啊 老老实实的 老实是老实的 老实人没出息 咱们豆豆今后要是 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 日子肯定宽宜不冷 他没有那李若秋做的成功 你一看出来啊 你别跟我提吕吕吕吕 一提吕吕吕吕吕 吕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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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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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这一位还有一套房子 我跟你说啊 要咱们闺女喜欢 咱就别多说什么 你说现在当公子 都跟欠那个儿女似的 我说咱个儿子 找一个比他大那么大 岁不得女人 咱们能怎么样 咱们能怎么样 他自个儿愿意 他已经决定了 咱们有什么折啊 咱送他什么 要不送你一碗还 我看这成 我先给他一个 对 他要是对咱们的儿子好 我再给他另外一遍 成吧 要我说 当你儿媳妇也真不容易 这都是金子的 保持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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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纯金的吗 对 纯金的 您帮我推荐一个 您可以看一下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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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哪种 显着挺沉挺大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沉的 就是便宜点的 那您看看这款呢 这款样子也挺漂亮 挺大方的 这比那个轻是吧 对 这个轻 也比那便宜啊 对 这还行 是吧 那成了 就是他的 孙苏 来 我给你的煎面笔 我 赶上看看 真好看 金耳环 我再喜欢这只耳环了 妈 怎么 怎么就送你一只呢 毛峰 你知道什么呀 现在人家就流行戴一只耳环 这才叫时尚呢 戴上 戴上 让我看一下 妈 我发现你真有眼光 我戴上 我帮你 好看了吗 爸爸好不好看 我说啊 你们俩还真好意思 住人愉慰一下去 爸 你不就算考验考验他吗 男人最大的考验 就是经济 人不错 真的 老姐就图他人好 是这样 爸爸妈妈 你们千万别生我们的气啊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住一个月 对 蜜月以后 我们就回来跟你们一块儿住 只是 这段时间要 麻烦爸爸妈妈 帮我照顾一下悠悠 那倒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妈妈 爸爸 来 来来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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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未来了 来 这这这 行啊 够精神的 你 这这 来了 叔叔阿姨 我也不知道该带什么礼物 就是我就买点菜 我会做饭 我做饭挺好吃的 对吧 我就给大家做顿饭吃 好好好 你去做吧 来 我来带你 对 这边这边 那边 我给他弄 这这孩子 十万 怎么样啊你觉得 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呀 人也不错 也能干活 少点 我就不爱亲 你这样一个话 是人家都有钱 那都跟李若秋那样的 有什么好的 那以后我能控制得了他吗 那就过清贫的日子啊 我愿意 只要他对我好 心理踏实 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余薇跟我说了 说结婚以后 所有的事情 都会替我做 让我什么都不用管 只有一件事情 他做不了 什么事啊 生孩子呀 他废话他 妈 一会儿他那菜做多了 你得夸夸他呀 他 他最喜欢听人夸的 行 夸他呗 那就夸呗 做什么都夸 他 他那个教头 都是自己带的 行 那这碗头你得吃啊 哦呦 呵呵 馒头也好 都好 那 那就行 那我就放心了 行 好 你高兴就行 不是这么理想的 怎么不理想啊 你这 行 到底行不行 还行吧 你把扒给我去了 凑合 就一个字 行 咱们那个 谢谢余伟的心意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余伟 喝了 喝了 来 大家看 他还会自己做馒头呢 这些年我们家都是在外面买着吃啊 真是 你看看自己做的就是筋的啊 那你们尝尝 我小时候吧 我奶奶喜欢蒸馒头 就是后来我在边上看 看着看着后来就会了 好吃啊 不错 余伟 保持啊 以后多做 什么保持啊 明天交给毛峰 以后毛峰就负责给我们做馒头 他呀 那个反正就是以后大家就是想吃了 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过来做 看个人家 但是一定来我们家的时候 别忘了 给我爸爸搬两条好烟 毛峰 咋不烧饭呢 这个孩子去去 一味啊 我们两个人也表一个态 你回去跟你父母打声招呼 你和逗逗的事情 我们没有意见 对 那个有时间的时候啊 那个两家人坐一坐 谢谢叔叔 谢谢姚姨 谢谢爸 谢谢妈 来爸 谢谢未来小舅 谢谢他干嘛 你坐 还我呢 谢谢叔叔 来爸 希望你们两个人好 祝你们幸福 幸福协定 谢谢 好 趁热打铁 我跟秦苏叔叔呢 也有事情要跟你宣布 我们已经登记了 也就说我们在法律上是 合法的夫妻了 够快的啊 好 年轻人的速度 等等等等 我说两句 爸爸妈妈 我想好了 我跟毛峰结婚以后呢 我现在这份工作 我就不打算做了 以后再也不唱歌了 从此以后退出江湖 做一个好媳妇 真的呀 叔叔 是吗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这句话我爱听 来来来来 这话多谢我了 来来来 你美安以后呀 他得实实过日子 好 快 他得实实过日子 好 他 这首次 什么呀 这ion cl glo 跟谁呀 就是给你爸妈见面的 那你刚才 这里不是 你干吗不自己给他们呀 我是怕我给他们 他们不要再慌慌我 这不是显着我特傻嗎 就是拜托你帮忙给一下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 这事你得自己给 我不能到二众车了 帮个忙 帮个忙 求求你了 说得不行了 帮个忙啊 这忙我真是帮不了你 我能亲你一点 有点韵呢 就是让你晕 想看吧 不知道 你不想帮忙 你不想帮忙 就不想帮忙 你不想帮忙 你不想帮忙 我等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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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风 是你吗 说灯亮了 当谁在呢 干嘛呢 你不是结婚去了吧 你跑这儿来干吗来的 是 咱俩 咱俩聊聊 怎么了 不是 有什么事 跟丧哥说说来 秦素素虐待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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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一个特冲动的一人 什么事啊 你看 结婚 结婚 你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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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 感觉还没 还没玩够呢 就结了婚了 我结了婚了 不会吧 现在就开始反省了 不是 你看 我刚 我刚刚在这儿也想了半天 我就是 你看结婚的婚子不是 半个婚头的婚吗 对啊 对吧 对 不是 那左边还有一女的呢 一见女的就婚了 这正常啊 对 看那个 可我就是 可我就是觉得 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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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明白了 我结婚时候 那会儿也这样 不甘心没事 不甘心就撤呗 撤呀 什么 不甘心就撤呗 撤 那这话是你说的 你说的 谢谢 谢谢 你干吗去 老凤 老凤 我开玩笑的 你干吗去 别闹 Zam 秦苏HHH 挺好的 哎 宇宙 你 别被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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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不是说话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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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素素 对不起 我走了 因为我一下子醒了 我好像结婚太早了一点 才刚刚二十八岁 对不起 你打我 骂我怎么都行 但别难为我的疯了 我不是个好男人 我怕负责人 真的对不起 毛峰 毛峰 你快出来 等 等 等会儿 等 等会儿 毛峰呢 等会儿 等会儿 别 别惊动 别惊动 你谁啊 我是毛峰的同事 小粉 你是秦宿的相对吗 是这样啊 那毛峰啊 跟我们文化馆的演出队 去外面演出 不在 演出 对 林芝姐等会儿 去哪儿演出了 那好几个地方呢 那个广东那儿上了 我说她现在上哪儿去了 过敏 素素 妈 您回去吧 您别担心 我去找她 没她这样做事呢 她不想跟我结婚 她就别跟我结呀 这跑了这算什么呀这 那你到哪儿去找啊 你知道 您别担心了 你到哪儿找啊 文化馆的小粉说 她去广东演出了 她跑到天安海角 我要要把她找回来 可是广东这么大 你到哪儿去找啊 您放心吧 我找到她我就回来 我要当面问清楚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 素素 你说你这个孩子真是的 素素啊 妈 优优我就交给您了 优优你就放心吧 让您多费心了 你自己在外面 那你得注意安全啊 你的钱贷够没有啊 钱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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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回去吧 我走了 注意安全 妈 你回去吧 这什么人哪这是 你看看这 你看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 什么人哪 这多脏啊 你说这搁到这儿吧 这还有裤衩里 我跟你说 这你不能往床上放了都啊 什么人哪这是 你就往处借房 我说妈 你说那个谁呢 我跟你说 这余洪水当时这房子 是不是说给你买 当新房的呀 是啊 你给她先当新房 你多会气这吧 不是 不是就是素素素素素 那郭儿寡母的 结婚结婚都没房子 我说你这跟我说我 你甭 甭赖这套 这毛风他们家的父母 我现在也有看法了 自己家孩子的事 你不解决 你给弄人家家结婚来 这不占了便宜吗 不是 妈 你跟那豆豆的父母 有什么关系 他父母亲人特别好 就根本就不知道 他弟弟就结婚 在我这儿住这事 他不知道 你大脑袋给弄这儿来了 就是那个 毛风是不是 为了来小舅子吗 你不帮了回头 我跟豆子谈来来 给我使点坏呢 哎呦 这你跟你 这东西都不能往这上的放 太脏了 我也想用了 不是 你别往地上 不是 你这不往地 别往包里头扔了 这太脏了 你瞧瞧 这好好的房子 你这喜字没贴上 他先把喜字贴在这上了 这都上什么事啊这都 不是 是 是 这撕了吗 这毛风也也不对呀 你头天跟人结婚 你第二天跑了 太不着调了 我跟你说 妈 这信信 这唐还在这呢 人 人没了 我跟你说 妈 我跟你说 豆豆 我跟你说 我 要不是我喜欢豆子 我这么 就 用毛风这样了 妈 大尾巴给它抽她 咱说 这怎么算呀这个 算什么呀 这 水电什么的 包括这床垫子 你还能要吗 这租金怎么算呀 谁租房不花钱呀现在 我这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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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点 我要点 行吗 妈 我要点 再说了 我还想你个事呢 这个毛风这样 她这姐姐也 也抢不到哪去呀 不是 这跟豆豆有什么关系呀 一个妈生的 不是 我跟你说 妈这个 她 她们姐弟俩性格截然不同 我跟你说 我 我认为 我觉得不像一妈生的 我跟你说 雨薇 我就这几天我琢磨一个事 那你什么事 你说吧 你看前几个女朋友 我见的时候没事吧 你看我这一见毛豆豆 啪 牙没了 牙科没了怎么啦 我就联想这个事 我觉得 这都不行 我这行了吧 妈 有您那样了吗 我第一次带毛豆豆 是不是见您 您啪一下看上摇景牙 一恶骨扑齿 自个儿摔一大妈啪 是不是 豆豆不错了 豆豆还啪地 跟我一会儿给您找那牙呢 还给您买药 完了还要带您补牙 不是 儿子 你别别 你听我跟这么回事 妈就是说怕你吃亏 你知道吗 再说了 你看我跟余洪水这事 闹得多糟心呢 这一辈子 妈 我就希望你找一个 能一干的插到底的 过一辈子 妈你放心 我跟你说 我知道您对我好 我绝对吸取教训 我绝对吸取教训 你来吧 你把这上面这洗字 帮我摘上 是啊 是给你摘下的 我怎么觉得怎么 有点别扭 你知道吗 不是 没事 我把床垫了 床垫我都给他们 把我整床垫我整 等你消毒 你有钱 你有钱 你爱给谁给谁 幽幽真够可怜啊 什么都不知道 素素跟我说 说她生下来 就不知道爸爸是谁 没见过 只会更绝了 那素素把孩子 一扔追毛风下 你说毛风这个兔崽子 要不然你就别结婚 结婚就好好过日子 刚结婚人就跑了 你别说素素了 连我跟你妈都起得不起 那我当初这么说的呀 我那话是不是正确的 我说毛风不适合结婚 她要是结婚就是害人 害妻 害全家 我跟素素说了 好多毛风的故事 素素挺的心的 非得要嫁给毛风 你看 我又这么一孩子 没办法 真是的 我是不喜欢素素 可咱不能对不起人家啊 真是罢丑这孩子 你们先帮她带着吧 要是时间长了 又担不动 就把悠悠给我 我来带她 我喜欢她 真的 真够操心哪 睡了 你沉了 没闹吧 没要她妈 就问了一句 礼拜一谁送她上学 礼拜五谁接她回来 其他的什么都没问 真是作孽 要我说啊 你弟弟不会再跟她妈妈好了 你 余卫那边没事吧 那还借着房子呢 还没事 要让余卫他们家知道了 人得笑死咱们了 也不会的 你别笑那么多了 不告诉他们不就得了 我们电影院的人全都知道 我儿子结婚 还等着吃喜糖呢 你瞧 这都要离了 你看吧 咱们邻居那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你管人家说什么呢 爱说什么说什么 天塌下来有地撑着 怕什么呀 咱自己日子自己过 现在关键是把她 把她给带好了 要不然真对不起秦叔叔 孩子就是可怜 我特别聪明 你知道吗 上回我不是给她妈 一个耳环吗 还有一个我留着给你呢 我不要 给悠悠吧 纯金的 看你天的琢磨那些事 还没出息啊 不知好歹 要不然你给我倒杯水 我渴了 行 喝完水你也赶紧睡 好 能睡得长老个孩子 那我没事 你给我倒杯水 我也倒水啊 喂 喂 我 刀刀 我就想告诉你 就是毛风 还有那个秦叔叔那些东西 我都收拾好了 完了呢 完了我就从我们那个游户 我就搬回我这儿出来了 就就是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啊 那个 让你看着 受累了 不是喊他都没什么事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就是反正以后 咱俩好好过 咱俩一定好好的 好好过 那那行那那我挂了吧 没什么 你想我吗 你想 哪儿想 哪儿想 哪儿都想 我也想 那就那个 早点休息吧 好 那你也早点睡 晚安 晚安 我还想 怎么回事啊 让你不快点快点 我我跟你说 逗逗 你俩俩突然就犯病了 ograf肯定有点了 让你懈悔了 你俩俩俩俩过了 自己吃完 你快点快点 我给你说俩俩俩俩俩俩都突然就犯病了 我一条体在医院 我奔你了 快快快 豆豆不行 没有床位了 快点快点 走 先到这边了 来来来 快点 快点 来 慢点 小心 小心 来来来 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坐这儿 坐这儿歇会儿 慢点 头靠着 头靠着 行了 这回就 我去研究一下病床 快去吧 叫我回来 放心 放心 豆豆 来 来 阿姨给你们倒杯水喝 我不渴 不渴 谢谢阿姑娘 谢谢 抱费你了 千万别客气 都是豆豆在那忙的 你们是余薇的家人吧 对 我是她 妈 嗨 我老听豆豆说你们 说你们人特好 对她也特好 我还没对她好呢 她这么说了是吧 对呀 那我以后得对她好点 我对她好 就是对我儿子好 没错 是啊 阿姨 我觉得您想挺明白的 说说好点了吗 怎么回事 咱们把病人往这领了 对不起 护士长 我们是毛豆豆她们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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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您啊 你真的别生气 我知道你错了 医生值班室 是给医生用来休息的 你是护士 应该知道这些吧 我知道 那不是我男朋友的伴儿妈妈吗 你就找着我这儿来了 我一看外边也没地方 就赶紧先让她们坐下来了 您真的别生气啊 好了 下不为例吧 你们的合同三年一签 这几天马上就要签合同了 可不能给我躺楼散 您放心 一定一定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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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怎么了 你那个婆婆拿着那滴血糖的药 给那糖尿病人吃了 就那杨树出去 快 在抢救室呢 谁啊 您啊 坐 坐 我来 她们的血糖 一百五八十 心理九十七 妈 怎么回事呢 饭病了 糖尿病有饭了 我着急 我找出药 我就给她塞嘴里走了 光荡就躺到地上 我拿的那药是我治低血糖的药 给她吃的 嗨